在他的《论王冠》中有一段说 我们上期讲到了为什么是特朗普而不是别人上来 其实别人也可以用特朗普这一套 在作者看来三分之一的选民选特朗普 是因为觉得特朗普特别像那个化疗药 大家知道化疗是用来对付身体里最糟糕的癌症 而也都知道这个化疗都是有副作用 而且大多数的时间也有可能会让病人自己就缓不过来了 也就是说病人好的部分也会被杀掉 有的会为此献出生命 在这里癌症那些选民就认为 就是大家心里边想的那个深层政府 或者说现在的官僚作风 特朗普的那个真人秀啊 其实也增强了特朗普是一个好老板 重情重义的那么一个色彩或者是形象 其实跟他后来当总统一样啊 他在当总统的时候 跟他在真人秀里边一样 差不多隔段时间 在节目里他差不多每周他都会解雇一些不成职的人 或者呢奖励那些更勤奋更有才华的人 在这里啊 他就像一个独裁者 没有上诉也没有什么谈判 什么投票啊什么官僚共识啊 立竿见影 对于一个已经厌倦了华盛顿的这种僵局 停滞不前的每一个美国人来说 一个火力全开的人当总统 确实这个这一点上挺吸引人的 奥巴马呀 在作为州议员的时候啊 也总在喊 大家 我是这个赞成我们打的什么什么很多东西啊 可是呢 当他竞选的时候呢 他又开始说 你们这些是以前的这个政府 其实也是他自己的政府啊 哪哪不行哪哪不行 我要怎么进行改 后来当了总统以后啊 也在各种的红线画出来 而且呢非常的优柔寡诞 在美国人里边啊 美国人非常崇拜这种英雄般的果断的 哪怕专制点我们都乐意 这个奥巴马真的是一点都没有 确实很多 包括美国人自己都承认啊 美国其实是个上五都国家 对军人崇拜啊 还有一个就是对军人的奉献啊 你走哪去 只要是你穿军服 大家 Thank you service 这个特朗普的真言秀啊 也奠定了他的选民的一个基本盘 观众达到2810万 嗯 占当时统登记啊 选民人数的17.76% 对于一个已经很厌倦 什么民主党和共和党天天打来打去 而且现在啊 跟以前不一样 就连 呃 基本的政治礼貌都没有了 就是已经相当分裂了 就是有点歇斯体理了 美国人看着觉得很绝望 尤其是啊 呃 根本就没有能力 或者不愿吧 就这个伊拉克呀 阿富汗啊 利比亚这种战争啊 再加上很多的国内的经济问题去买单 那还有呢 就是美国不是大大在海外撒钱吗 有一些人家那些国家有点经济问题了 这个美国去支援 我们这儿却过得很惨的 在这些普通质朴的美国人来看来啊 特朗普的真人秀 让他们找到了一个解决方案 就是一个强硬的 虽然说满嘴跑火车吧 呃 天天还夸自己多么多么的精明能干什么的啊 哎 就这么一个人 呃 他们觉得呢 没准能逼的华盛顿改变一下 而就这么一个装强做事的一个人啊 居然把电视收视力 呃 就给抢占了 你那些华盛顿的那些政客呀 在那上边 呃 呃文邹邹的呀 那说的那些让人觉得装强做事的啊 呃 直接人家就转台不看了 我要看特朗普 其实啊 呃 特朗普早就知道 呃 即使他当了总统 想赢得这些政客们对自己的尊重也是完全不可能的 特朗普啊 特朗普啊 他非常懂观众怎么为什么喜欢看他的节目 呃 他呢就是 觉得啊 这些人啊 根本不觉得你特朗普有多可爱多正确 就是想今天你他妈要说什么多离谱的话 嗯 这个啊 也有一些他自己也知道就比如说我有些话说的太不靠谱了 这底下人是群绿他妈都不干了 换一台 但是过一会儿又会转回来 继续看 他还会怎么发疯啊 跟里根的机制啊 克林顿的幽默呀 或者洛斯福的洞察力相比啊 特朗普像一个什么呢 像一个狡猾的狐狸 哎 是个动物 媒体啊都被他骗了 本来啊 大家很多都是看热闹的一些观众 结果呢 被媒体对特朗普不断的攻击 直接转变成支持特朗普的选人了 哎 快听 估计是 你像这个喜记远言啊 这个沃尔夫 他呢就后来 不是模仿那个特朗普的 那个新闻发言人啊 他不是竞选的时候 有一个吗 叫桑德斯的 就这女的 他模仿她 确实俩人长得那表情都有点像 而且呢 还说什么 反正嘲笑她吧 什么阿肯色州背景了 那儿来的 就那意思 小破地方农村来的啊 应该说 他这次表演是在哪一天呢 是在2018年白宫记者的晚宴上 其实那个晚上啊 是大家都知道 就是来看笑会儿的 有时候很多的那个写作团队准备一个月呢 给总统写那个 就是你得保证你差不多都几句以后啊 就得来一个梗儿 哎让大家笑一下 但是呢 这个喜剧员沃尔夫 有点过了 特朗普啊 因为就说 觉得就知道自己会被这个白宫记者 这帮人嘲笑啊 所以他根本就没去 完了呢 他 结果啊 就在推特上直接发了一个 说你太不懂观众了 你会得罪一大波人 都认为呢 这个粗鲁的特朗普 完全没有一丁点的美国总统的风度 但是啊 他们可能没注意到 特朗普无疑有着一种 连好多名人都没有的光管 2015年的时候啊 他那个真人秀啊 用了这个前任的两届的 加利福尼亚州的州长 也就是著名的影星 史巴辛格 就让他来代替那个主持 史巴辛格 那绝对要比特朗普牛逼了吧 是不是 而且政治经验也更丰富吧 殖民度怎么着 特朗普也比不上吧 再一个 他也不缺钱 他因为拍终结者系列片啊 应该说他的收入比跟这个特朗普差不多 一点都不穷 而且啊 也不像特朗普那样特别的毒蛇 人也很有善 很可爱 但是 真人秀的这个收拾力 啪就下来了 出人意料的 让人觉得 这人好无聊啊 那他执政的这几年呢 大家也觉得他在政治上 非常的软弱无力 那更别提你像这种真人秀啊 你各种的幽默呀 或者是你戏说别人啊 戏虐别人 你没那么离谱啊 你骑马啊 那个调侃的时候 不无拘无数啊 所以呢 他很快就败下阵来了 你观察特朗普的打扮啊 你再联想 六七十岁的美国男人 他们啊 往往啊 就是为了抓青春小尾巴吧 或者表现自己 还有某种活力 他们会做一些事情干嘛呢 染头发 把头发晒得黑黑的 完了呢 什么各种去皱纹啊 穿各种特别闹腾的那种衣服啊 来代替自己显得日益衰败的体质 特朗普全作 跟那波一模一样 他跟这些 就是已经老的那些 所谓的好莱坞名人啊 那些精英们啊 那种儒雅完全不同 所以啊 中产阶级 在他们的紧张和窘迫的生活中 突然在这个人身上 找到了共鸣 妈的跟我们差不多嘛 特朗普啊 也没有像那些精英政客那样啊 经常会跑到什么 比如说集市上啊 农场啊 穿着那个典型的那种什么 美国的那个法兰隆衬衣啊 就是就那个 普洛伊啊 牛仔裤啊 哎 还是一身的那个宽松的大西装 完了就闪瞎了你的眼的那个长长的那个 俗布鲁 可耐的那个长领带 就出现了 我不跟你玩那个虚的呼的好像我在休假了 我跟你是一样的 我就也是农民 你虽然觉得他穿着西装在这个农场里边出现显得特别的格格不入 但是他的基本盘就是觉得人家就这样啊 多真实啊 好多人还不懂就这个特朗普啊他那个古怪的那个口音哪来的呀 但是啊 没人去追究或者没人去探索去挖掘这个口音 跟哪哪哪哪哪哪哪个区啊 好多人说是皇后区 但是反正所有的人就知道 不是华盛顿那拨人假吗假事的 那种文文邹邹的那拨政客们那样的口音 你像希拉里亚就永远的啊 尖声尖气的啊 完了那个各种的精辟的高深的语言 哒哒哒的跟机关枪似的 也不像奥巴马 哎一说话那绝对的有感染力 克鲁兹呢是那种鼻音特别重的就南方的那种口音 也不像鲁比奥哎那种啊就是 就跟念词似的那么机械 特朗普啊你要从他的语法措辞啊 那绝对的让你觉得就是那个跟那些政客完全不一样 在大家觉得政客呢绝对就是精神分裂 就是他比如说呃 一般的政客跟少数民族啦还专门我要跟你说一几句呃 我懂你们的民族语言啊啊或者呢我要显得打扮啊 我要打扮的跟你们比如我我戴个头巾呢呃或我做个什么长袍或我弄个什么东西显得我跟你们是站在一起的 从来不你看啊他跟黑人去聊天他也不是说我我要打扮的啊跟那什么就还那样 呃从来不像那些政客老说那种家常话哎呀你好哎呀我就知道你的孩子怎么样啊什么啊就说这些沉死的 大家都知道你会说什么的这种问候你会觉得啊尤其特朗普这一发音好多人不是还学他吗 哎呀呀那那那种啊俗的要命但是选民就是觉得他不就跟我邻居一样我邻居就这样 就是那么真实 80年啊有一个热门电影喜剧的叫卡迪拉克 这里边啊观众就特别喜欢这个主角叫阿尔 就是一个特别令人讨厌又粗鲁 天天的就是人家开着派派对呢他就去捣乱的那么一种 这个主角就是把当时就因为他老冲到人家那个派对里啊或者那个乡村俱乐部里啊那你知道在 美国啊那乡村俱乐部都是一些比如说乡绅啊他们自认为自己有一些是这个贵族身份或者有身份的人吧 那讲究的礼仪啊什么的啊把那个法官代表者啊那法官给气得要死 哎你看所有的观众喜欢这个电影就喜欢他粗鲁捣乱 因为什么犯川普 小布什当年啊也不是因为老说错话呀 把他发音啊那个经常的这个不准都弄得各种的漫画 呼呼的来啊就嘲讽他 说这个小布什啊甚至连那个误解啊 什么叫战略啊什么是核弹大概都分不清的那么一个人 就是讽刺他 嗯 另外啊也不会像很多政客比如奥巴马啊就老是提就是那种历史观 哎完了他自己呢也说这不是我们美国的风格 我们美国人民不应该这样 他的这种 训斥的口吻啊让美国人觉得怎么了我们就这样 美国人啊比如说欧洲人特别挤挤的他们都大大咧咧啊粗鲁 没文化啊美国人觉得我挺自豪我松弛的很 我就这么胖我就这么大肚子 特朗普啊还在修辞上啊根本不考虑什么观点啊什么修辞啊 他大概啊就是爱用那几个语言大家都熟了什么太漂亮了 太伟大了啊呃什么真棒啊可悲啊拿你置信啊愚蠢啊就这这这些东西啊 他肯定啊呃是没读过什么向西赛罗这种大诗写的著作的 但是啊他懂一条宣传就是他会用反义词啊或者谐音字啊呃什么月号啊就这种东西啊 简短就是说他绝对不像肯尼迪里根那样啊呃奥巴马那样靠个提词器啊 有各种的演讲精彩的不得了但是都是由悲而来的老百姓就觉得人家就是临时那个临机移动 唰我就是应急的哎那比奥巴马就更具有娱乐性了那在很多的人当中觉得呢 这不跟里根当年什么克林顿那种智慧不相上下呀 有些批评家认为啊这个特朗普啊就有点像那些呃古代的蛊惑者煽动者呃比如说这个雅典的那些比如说乌合之众克良 嗯就是那种里边就是在写那个历史啊明著历史里边那个里边的讨厌鬼 你像特朗普啊他的历史啊一点都不干净什么各种丑闻也不断什么玩弄女性啦商业投资也失败啦甚至可能还脱水漏水有点欺诈这种的啊这种指控一直都是呃没停过 但是呢特朗普就选民就觉得呢这跟人家当总统没关吧 因为什么呀特朗普说了就简单一句你也一样啥意思就是没有一个政客经得起人这么巴挥的 巴巴巴哎倒通历史那肯定都不行 那个时候啊呃收视力已经倒数第一的CNN突然发现啊那资金早就要快要破产了紧张的不得了 就发现了他们在不断的攻击特朗普的各种不可理议的言论里啊居然让自己赚了一亿多美元 当然副作用呢就是后来他们也后悔说我们大概是帮了特朗普了呃结果让人省了全分费了特朗普胜选了 但是特朗普啊一点都没饶了CNN直接就说那既然你靠我挣了这么多钱 你是不是应该把这笔利润分出一点来给那些退伍军人呢 大多数选民呢都希望啊就是我就想让这个家伙当上总统 哎呃当然他们也觉得呢他当了总统啊肯定各种谩骂也就停止了 因为在美国的历史上啊比如说竞选的时候可能互相谩骂这都可以 你愿怎么怎么着但只要这个选举成果一下来大家 马上安定完了咱们互相啊开始合作 怎么能让这个国家起来但是没想到呃 没停而且呢就是媒体对他的各种的那种谩骂越来越尖刻 可是这样啊反而让他的支持力还略有上升了 特朗普这个人啊还特别爱给人起外号你知道吗 比如说那马可卢比奥啊就说成什么小马可 呃捷布布什就是布什他们家不是又要当选你们又要参选吗 说也是个低能儿就叫低能捷布 那卡森啊就直接说比布什更低能的小卡森 那克鲁兹呢他就说他是说大话的克鲁兹 这个查克舒默啊是少数党的领袖参议员 经常啊每次又最后就有个毛病就是大家都知道 就是他一言讲啊特别容易激动 一激动就善然泪下 呃可是呢这特朗普上来啊从竞选到上台 这家伙就一直没饶了特朗普追了他 最后特朗普啊就给了他一个外号叫哭泣的查克 好多人都觉得呀呀这个怎么弄的这个出来这么一个美国总统老是这么持续的骂人呢 但是其实啊呃很多统计的人啊有一个人真是闲得没事就做了 从他开始骂这个人你往前倒一定是这个人先攻击的特朗普 所以呢特朗普啊呃就觉得呢我绝对不能饶了这帮人就有点像他玩的那真秀 就那个角斗啊什么的那种啊就是玩那种 是什么呃拳击是假拳击啊 你能看得出来后来连所有的政客都开始躲他了就为什么就发现只要跟他开始 骂战 板板的自己受到伤害了 其实就有点像角斗士啊上了沙场啊呃双方都伤痕累累呃 呃况且呢就是因为这政客个个啊都进不起巴马能往前倒都那一说人家说的没错啊 那个时候媒体啊真的是天天的盯着特朗普又要说什么了啊呃又出来什么口误了 其实呢媒体天天盯着他去骂他挤着他 没有重视到他所说的这些东西里边暗含着另外一个巨大的信息 就是他代表的说的这些话他代表的是那些艰难的活着 而且已经被呃精英们或者是媒体们遗忘了的工人阶级 很多人忽视了啊其实这不是我说了吗呃 特朗普一直是被动这个反击的结果啊这个基本盘啊他们就会给你倒就觉得呢你看特朗普 多守规矩啊你们自己看看这排序他是被迫的反击 他是报复谁让你们先攻击他的呀 呃当时啊柯克啊就曾经就在攻击特朗普说吧 特朗普的白宫就混乱的跟他玩的那真人秀没什么两样 呃而且这个人啊就是个疯子呃随时能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那说句实话真的还我我虽然也讨厌他啊他执政期间真没打仗是吧 嗯 这个美国人啊有一句小时候就懂的一个美国人的一个艳语 叫你挑起的那我来完成 就是你你你你惹事吗不是 哎好 我来把它结束 凡是跳上特朗普的这个擂台的啊无一不被贬的很惨很惨 而且呢他们觉得自己啊有修养啊那都绝对不能像特朗普那种的骂回去啊 那真是啊好多就直接就哎哟后悔 这不惹火烧身吗 所以好多人呢就躲都躲不及了就开始慢慢的啊就退了就我也甭了弄了最后我惹一身骚 嗯我说过啊就是前面作者也提到了当时他不是挤的金正恩吗 金正恩也是一直调侃那些西方领导者的嘛 结果金正恩都没想到西方居然出来这么一个美国总统 也用他的那种方式来揶揄他说他什么小胖子啦什么火箭人啦什么的啊 当时还把西方好多评论家或者战略家都给吓坏了说你惹这么一疯子 他可是有权随时发核战争的呀 还有一点啊在作者觉得呢也算是比较重要的啊就是甭管特朗普多粗俗 他就是每一次他点出了不为人知的某种真相藏在黑暗中 嗯你像啊有一个当时就是这个叫这个女沃伦 嗯他老说他自己是少数民族 因为好像可能能拿到少数民族选票啊还是为什么啊 最后呢就888888那谁特朗普就说的你能你给我这么证明你是少数民族 你哪个族的你哪个少数民族最后后来嗯也被人家也不说为什么忘了啊 抽血哎呀反正就测出来他只有1%的少数民族血统 那你那样的话我们个个都有蒙古血统啊什么那个显卑血统啊 那这就这没没法聊了啊就是都经不起 嗯所以啊你看啊这个特朗普他给起的人的人的卖号啊到现在还在流行 为什么呀就快成了这些人的这个政客的标签了 巴都巴不下去就是因为太形象哎点到位了还 巴顿将军啊当年啊曾经特别冷酷的说 我绝对不愿意听到说我麾下的这个士兵被捕了 除非他受伤了不得不被捕的 但是打仗前我都要提醒我的士兵 活下来从来没有哪一个战争是靠混蛋的为国捐躯赢得的 那你想啊当年巴顿这种坦率 那绝对是招来了那个美国人各种的憎恶啊什么的啊 你会发现时代变了 现在的人一听巴顿讲的太好了 人性真相历史真相巴顿点出来了 你你能觉得是什么 所以啊呃你能看出精英们他们脱离了历史进程 他们也忽略了现代人他们的想法改变 你比如说还有一次啊特朗普可能是在私下跟谁聊天啊 就说这个海地这个国家 妈的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屎坑子 谁进去谁那么的遭殃 结果啊哇你想啊有各种 你那么哪能把一个主权国家给说成这样啊 可是支持他的人立刻就说 难道海地不是吗 他不就是个烂摊子吗 难道这个把私下里边聊天的这个透露出来的那个告密者 不更应该让人反感啊 还有你过去你那个第一夫人那个里根夫人啊 他不是也是经常根据那占星诗弄出来的什么黄道吉日 才去安排总统去演讲啊还有去做决策吗 你认为这个也是对的吗 哎那那怎么你们不骂呢 再一个希拉里当年当上这个第一夫人 立刻就说她在跟这个罗斯福夫人的灵魂进行这个匠神般的对话 你们媒体怎么不歇斯提里啊 你们觉得她正常了她可是当时第一夫人咯 应该说啊媒体还有一个特别愤怒的 就是特朗普发新闻公告 发推 这下啊 这可是记者们的职责我们报纸干什么去呀 对不对我们天天一堆人等着你来 完了我们好回一些稿子 结果你一个发推就就就把这个说了 弄得大家的24小时过去都不敢关机了 为什么呀 他半夜经常蹿来一下 你想啊股市啊什么全都因为他一句话 上船下跳的 但是特朗普就说了 这怎么着 你想要一个现代的美国总统不使用社交媒体吗 这就是已经到了现代了 美国再次为大 多讨厌的你说这 你说那些记者那些报纸他们还怎么活呀 恨肯定恨他呀 那就肯定就挑他刺呗 你咱们又胡八道了 你又怎么特朗普刚刚一分钟啊 扎死因我记得有一阵 推特天天就是扎死因又怎么怎么了 就是刚刚发生了突发事件什么什么的 特朗普又怎么怎么着了 这个普京啊再一次当选的时候啊 特朗普跟他通电话了 完了就发了一个推说我们通话啊很愉快 呃估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就会见面的 但是我跟他说了 主要讨论就是军备竞赛问题 因为我觉得你的军备已经失控了 你会发现啊 这时候穆勒对他的通俄门的这个调查 已经长达一年了 特朗普啊根本不怕提到俄罗斯 而且呢他也用事实证明 我对俄罗斯的态度强硬的不容你们质疑 他也不断的在提醒大家 你们看我通俄了是吗 那好我来跟你们讲讲 在珍珠港事件之前 罗斯福政府就批准了 向这个已经陷入困境的苏联 去运送有租借的那个物资 那那是个独裁者吧 斯大林可是刚刚搞的大清洗啊 和种族灭绝哦 可是杀了几百万俄罗斯人哦 还有尼克松那不是跑到中国去找 呃毛泽东去了吗 那应该算二十世纪里边最大的一个 呃屠夫独裁者吧 对吗 那你国务卿基辛格不是也跑到苏联那儿 不停的跟人说好话奉承人家 呃就是为了让他们跟中国人对着干吗 你们怎么不政治正确了 奥巴马对吧 你天天的跟卡斯特罗呀 什么伊朗啊 这些神权统治者 你是好啊 是不是 可是这两个国家 不是在屠杀自己本国公民方跟那个普京不相上下吗 甚至可能都有过之而不及吧 你们媒体怎么不骂呀 这个让作者呀 也觉得特别的有意思 就是有一个现象就是这个特朗普啊 还从不道歉 他也不解释 你比如说啊 作者说你你把像我这说的这几项你都给都录出来 他们那些媒体还怎么反驳呀 其实他的很多不靠谱啊 或者说他不解释 不道歉啊 也让他的幕僚啊 其实也是确实挺难办的 所以呢 你说特朗普到底是一个特别笨的一个小丑呢 还是说他就是一个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的一个人 或者他真的是一个多维的 特别深思熟虑的一个战略家呢 哎 就故意的逗你们这些精英 哎完了以后呢 让大家把那个精英的真相都给让你们给挖出来看看 没有人知道 这就是特朗普 于是美国就出现了特朗普现象 好 这一期先讲到这儿